今晚开战吧 你也够伤心 好绿 所以他就后来就约了一群朋友 陪他这个 有没有 就是难过嘛 就陪他去吃火锅这样 他就从来不吃辣的人 他居然点一个地狱辣 然后就吃完了之后 他居然说 冷心无知无味 地狱辣也没有味道 没有味觉 原来这就是失恋的感觉 是地狱辣没有味觉 对 但是问题地狱辣是很伤味的 这样不好 伤味就算了 后来呢 知道说让他没有味觉的不是地狱辣 是确诊 对啦 所以观众朋友 分手后的自暴自弃 比较令人担忧呢 还是一时冲动做出来的非人 非常人之举 更让人家觉得 不太好 确诊太感觉了 而且还一直吃火锅 欢迎收看今晚开战吧 对 首先欢迎新睡衣组 好 我这边是那种疗伤团带 疗伤的缺带 来 欢迎 欢迎 爱丽丝老师也是有一阵子没来了 对 你也确诊吗 对 11月中午 这次确诊半个多月 一直都两条线 搞不清楚到底是确诊还是怀孕 对 对 你觉得他这个身材有这样怀孕吗 还说我现在都看不出来 现在女生都很厉害 真的很更长就对了 一年后忽然又付出在这个社群软里 噗一个 噗一个儿子 都18岁了 真的 看人家生小孩都很快 对 好啦 今天要聊的主题就是呼应到 前一阵子大S的恋爱观 婚姻观 恋爱观 就讲了说他不外乎有三大原则 就是不恶言 不纠缠 不留恋 但是呢 讲真的多少的分手 或是多少的离婚的男女 可以这样子有个完美 Happy Ending 和平分手 不容易 难啊 难啊 所以尤其是这个分手 会痛彻心悲 有没有 还不能生气发泄 然后硬逼自己一定要 冷遜处理 才是真优雅 但是难道 这个不会 你这样一直压抑 不会忧郁症吗 一定要讨论的叫做心悸效应 不是那个心悸 是 心悸 心悸效应 不是分手 不是分手本身带给你的痛 而是说面对分手后 随之而来的各种 有的不的的状况 让你感到心跳不顺 呼吸困难 到底是确诊还是心悸 那就赶快去看医生 对啊 所以一开始来问一下大家 分手后的冲动 行为绝对是都不够成熟的表现吗 请举牌 没错 真的 还是要成熟一点 只要你投入了一段感情 其实没有分手 是不难过讲真的 但是分手之后的行为 可能会让你会后悔一辈子 真的 其实像有的很恐怖的 那种恐怖情人 像之前有一些社会新闻 也是这样子 对不对 然后分手以后 然后就把女友砍了 砍了 等不到就毁掉她 我们开始要问一下爱丽丝老师 到底是不是哪一些星座 是 爱就是要爱到轰轰烈烈 分手让你天崩地裂那种 我们绝对就不要碰 还有押韵 对 分手以后这种心碎 也是会让亲友为你捏很多冷汗 对 来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名 我们的天蝎主持人 爱感客人 家伟 家伟 来 接着 冷暴力侵袭 公告你的恶行 因为它就是一种像 譬如说渣男警报器 渣男在他的面前 就会露出原形 所以他很容易就是 爱得撕心裂肺 很辛苦 所以天蝎分两种 我们理智款的 就是我就冷 你会发现他一出场 那种气场是非常的冰冷 而且他不讲话 你都会觉得说 他一定是在算计我 想说怎么样的复仇者联盟 可是其实他只是懒得理你 你这个烂卡离开你是对的 所以他对你越冷 就代表对你越失望 但是另外一种 我们今天讲星际派 星际派就是 我一边在盘算 我怎么发动公势 一边搜证 对 一边搜证 然后实际一到 我就要把你给扳倒这样 其实天蝎的正向特质 他是会让自己过得更好 我把我的硬实力软实力 全部养好 让你后悔 对 在我家将还找不到前任的东西 绝对找不到 绝对 如果你跟前男友是和平落幕的话 你还会这样吗 对 和平落幕就比较好 那和平落幕的东西 你就会留下来了 不会留 也不会留 什么戒指 降练 耳环 我之前有过就是 还给他所有东西再顺便 还给他 然后我算一下大概两年 花着吃饭钱 我还包了一个红包给他 好啊 有够大气的 真的 真的 跟你交往真华的来面 好任性 上我朋友都说你是白痴 真的你是白痴 白痴吗 太有心了 马哥 怎么可能 对啊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不上榜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怎么会没有第一名 哪次不上榜 嗆完横话 我在抱头偷哭 好像是 对嘛 你在装嘛 在装嘛 在演嘛 怎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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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经来的 他怎么可能 他为什么怎么可能 我对他那么好 对 朋友就会比较衰一点 因为就是你要约出来 大吃 大喝 大吐一场 搞不好还哭倒 在店家门口 还被剪尸 对 剪尸人家也会看条件 这个不要惹 算了 算了 盖起来 再把他摆起来 算了 好 我们这次做 其实从小就是浮夸版的细经 真的 讲话 有没有 丹田超有力的 最爱的超级轰烈 全世界都要知道 我们相爱的证据 可是分手的时候 我也真的是轰轰烈烈 这一段练情 那他走很久才走得出来 真的 可惜我不是这一种 你是这一种 我不是这一种 我怎么会是这一种 你某一段讲到现在 还在讲好不好 我们就是对 还好小真皮了 我都不愿意说了 对 就我对你那一段的了解 谢谢两位 今天我们十点 我们在马国前的脸 多开直播 今天可能要订第二次了 真的 我好像也有听过 反正私质就是要耍废一下 把他废到底 吐到底 烂到底 烂醉烂到底就好了 好不好 自食必而后生 是的 第一名的话 对 董事哥 对 对 我现在才知道 就是个纸巾 讲成这样 而且安排他坐在你旁边 对 第一名的位置在那边 赶快逢他 来 我们牡羊一样 对 我们一样想正向跟负向 叫做是爱如火焰分择交战 来 牡羊毕竟是这个开创新作 其实我失恋的时候 它是非常潇洒的 我就不爱 不爱就不爱 拉倒 对 爱的时候来 哭倒 对 对 松压 松压 那好 我很恢复了 真的真的 爱的时候哭倒 对 不爱就拉倒 对 而且它一个可以打十个 所以它是真的可以把你扒 整个扒下去 对 它没有在顾你情面的 我们也有爱心绝罗兰 有没有 就是护这个爱子 有没有 爱心绝罗兰也是牡羊座吗 它是牡羊大炮型 最怕口无遮懒的 该说的不该说的全都说了 所以是全世界都为它 你把冷汗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 你下一步还要做什么 出什么招 或者你还要爆什么料 这个是牡羊会让人家 比较又爱又恨 然后又为它心疼的这个点 好恐怖喔 真的 我觉得是一种称赞 称赞 You don't know what I have OK I don't know what I have OK I don't know what I have OK 照实说不要 因为太爱了 低掉点 低掉点 不过人家说试炼无罪 如果从试炼当中 可以找回自己的方法 我觉得还是比较正确 不过对网友来说 哪一些分手的行为 会让大家怕怕的呢 又云 情报站大调查 今天由特派员又云出集 透过LOWIE AI大数据 搜集网路讨论声量与关键字 带您掌握最新趋势 马上来看一下 今天也要来分享一个社会案件 就是有一个男生 跟一个女生分手之后 几杯黄汤下渡 这男生就心有不甘 那跟着他 到他的住家附近 然后就直接在他 对着他家放那个大龙炮 把他们全家人都给吓坏了 那当然就是后来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闹上新婚版面 真的 所以其实也有两性专家 就是劝大家 就是说 其实感情纠纷 不管怎么样 大家还是要尽量 能够保持理性 不过就是因为保持理性 太困难了 所以才会有今天的排行榜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分手后到底有哪些 要不得的行为 我们就根据LOWIE AI大数据 关键引擎 来整理出几个关键字 首先要来看的就是 要回礼物 诋毁对方 分手后联系 还有立即就有新婚 就有网友分享 就说前任就是让他 整个对他分手之后 整个大改观 因为他不但 把两个人的对话讯息 挑自己有力的通通公布 这就算了 害他的被那些 不认识的网友 莫名其妙 不认识陌生 跑去他那边骂了一个月 这就算了 他说其实劈腿的 明明就是前任 他真的是觉得自己何其无辜 先洗白 对 好啦 分手之后的 这些要不得的行为 真的是像那种苍蝇一样 赶都赶不走 说到分手后要回东西 其实家伟 你为什么要还呢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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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会还 可是我后来就想过 就是这件事情其实 如果我还回去的话 其实也更伤他的心 后来我就再也不会 做这种事情 但是呢 我就后来 我就是遇到了一个 就是会跟我要东西的 就是那一日的男朋友 他跟我提分手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好 然后你的东西 就看你什么时候要拿 然后刚好他就是隔天要上来 我就说那你明天 把东西就顺便收一收拿回去 然后隔天我也有工作 等到我回到家的时候 我就发现 对 他东西拿走 我就觉得好吧 那就真的结束了 但是后来我去我的衣橱 我的桌上的 不管是笔还是什么 就是那些都是我们平常 买的一些小东西 然后我就去翻我的T恤 T恤也不见 我的书也不见 我的帽子也不见 我想说奇怪 怎么会脱 其实你只是招小偷 不可能 然后顺便把他的东西也偷了 我想说 我想说是怎么回事 然后我去看了我大行李箱 我想说 他拿了我大行李箱 把那些东西全部装走 我就是打电话 问他妈妈什么 还有他的阿姨 还有他的朋友 我都说不好意思 因为我不想联络他 我就联络他的家人 跟他的朋友 他朋友都说 那我再跟他说 你把他做这件事情 告诉他身边所有人 你就想激怒他 过了一阵子 他就拖了一个朋友 男生朋友拿了 我的那个大的行李箱来 然后他交给我的时候 我就突然拖着 我说 怎么那么轻 我说你等一下 你先不要走 我打开 里面一本书 然后一个草帽 然后就没了 就一本书的草帽 他到底拿你的草帽 他是有在男扮女装的 草帽 就是我觉得很奇怪 我就请他朋友说 那你可不可以帮我 拨电话给他 然后他拨 我就接我说 我说我的东西 不只是这样吧 怎么会连我的包包鞋子 那些全部都 你都没有放进去 但是那些东西 是他买给你的吗 有我自己的 跟他他买给我的 因为你就跟他讲说 你拿我的东西 那就是偷窃 你再不还来 我就叫警察去找你 可是他就是这样子 觉得说 我应该是不敢 就是把事情弄得那么大 他就跟我说 好啊 那你要什么 你起码把鞋子 我的包包 拿你的鞋干嘛 无聊 对 还忘了 然后 然后去闻 就跟他讲说 我另外 因为我想说其他东西 我真的不计较了 就想说算了 我说 但是 你其中一个红包 一定要还给我 因为 他工作不顺的时候 我有包了一个红包给他 是因为他生日的时候 又是29 所以我不能过 那我就想说 吃肉粒 就是包一个 让他讨计 120万包进去 太多了 没那么多 吃肉粒 没那么多 没有多 而且1万2而已 可是那个1万2 他当初拿走的时候 他去买他自己的东西的时候 譬如说男生给我东西 我一定会很珍惜他 就算是钱 我也不会花掉 我就是会珍惜他 因为他也不是那么 真的那么缺钱 他就直接拿去买手机 有一次我就说 你换手机 他说对 然后我就说 那所以你是用我的礼物去买的吗 他说 我忘记了 好像是 就是他其实很不在意我的心意 然后就我其实蛮伤心的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 我想要这件事情 我就蛮难过 就是跟他要这个东西 后来他有还你吗 那现在还没有 都没有 好多年前我也是跟女朋友分手 然后有一天回来 然后拿了一个很大的沙发搬着回来 我说你干嘛 对 没有啊 就跟他分开我把帮我 就是你把他丢掉了 那神经病 家里又不是没沙发 后来我妹看到 那沙发还不错 你们家人是怎样 包括客家人的精神 有 譬如说George哥还看过那种 要讨 哇塞 这怎么讨啊 上床赔偿金是怎样 算舒服次数还是 我跟你讲 这个男生跟这女生在一起 男生是我的朋友 然后他就是一个 竹科的工程师 有一阵子问他们说 最近怎么样啊 什么时候吃起酒之类的 男生都会喜欢这样讲 他就说 没有啦 就分手 我说真的分手了 怎么会分手 他说没有 就因为他自己去买村被抓到 他说董事长 因为我们就是 跟我女朋友也是分隔两地 一个在台北 一个在新竹 那我身边就有那个朋友 说这个新竹附近 有一些这个河粉店很好玩 河粉店什么 小吃店 小吃店很好玩 然后他们现在都不是公开营业 他们会就是说 在他们自己租一个小公寓 然后你就去 他去了第一次 他什么事情都不跟你做 他煮一桌饭给你吃 然后他 他跟你讲说你只要带一瓶 你只要带一瓶威士忌来就好 好的话也都没关系 他就煮饭一桌给他吃 然后就跟他喝那瓶酒 喝完之后呢 就这样 你也不用收钱 后来下次就 他说又打电话约他 他说我可以再去吃你煮的菜 我觉得蛮好吃的 他说那你这一次 一样带一瓶威士忌来 他这次门一打开 两个女生 一样煮一桌菜 然后这一次吃完饭 喝完酒之后 就有发生事情 两个女生 两个女生 多少钱 那要花钱 后来还有付钱 这就有消费行为了 对 你们为什么这么关心家庭 知道 这个是朋友不是很在意 我们想要了解各行各业的行情 对 然后同时为足科的朋友谋福利 是 自己去找 好 然后后来他就 这件事情他被发现了 就被他的女朋友发现了 他就被女生看到的讯息内容是 同事之间的群组 他有一个臭男生群组 他说上次那个河粉店 那个怎么样 我介绍你去了 怎样 这个女生就爆炸 就跑去找男人说 你的同事问你这个什么 越南店的意思是什么 你怎么会有这种对话 他就百口莫辩 他这女生就说 我跟你在一起三年 你跑出去这样子 跟人家这样玩 脏不脏 耳不恶心 你都不担心带病火来给我 真的 然后他就白口 对不起 对不起 一直道歉 我告诉你这件事情 我没有办法原谅你 我问你 我跟你讲 女生最在意的是 我问你 你买的那个河粉妹 跟我比起来脏怎样 然后结果我朋友整个懵了 他想说 我的天哪 这个时候你问我这个 我靠 我怎么回答 我怎么回答 你今天讲 我就不跟你计较 结果他就想破头 他就断尾求生 来 我讲一个 比你老 比你丑 比你黑 那女朋友一听整个爆炸 说天哪 比我老 比我丑 比我黑 你都吃得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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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真的 我们回答都不对了 结果这个真的 又踩一次雷 这个女的整个爆炸了 除了要分手之外 就跟她讲说 我跟你在一起三年 女生有一个APP 上面是可以记录自己的惊奇的 上面还有很多小小的记号 譬如说贴爱心 贴猩猩 打勾 那天可能就是有性行为的时候 她真的像小禅讲的 那一次真的很满意的 她会在旁边放一个 有没有 超级玛丽的星星 超级玛丽的星星 对 所以她就说 像日记一样 她就像日记一样 自己的性生活的日记一样 她说这三年来 我跟你第一次开始 我每一次都有记下来 你说 你去跟她那一次是多少钱 她说 就跟她要这笔钱 那我朋友当然觉得 好啦 我们好聚好散就算了 你跟我要这笔钱干嘛 就是不要弄这么难看 那女人这样说 对不起就好啦 没关系啊 你如果不给我这笔钱 我就去告诉你所有的同事 在园区里面 在你的群组里面 我们朋友共同群人 跟她讲说 你就是劈腿 买春 嫖妓 那也没败吧 看起来她的朋友 都是次去同家 是 问题是 问题是就是 她还是会觉得说 这种事情 如果大量的传出去 搞不好主管会听到 或是干嘛 然后主管会说 哪一间哪一间 哪一间 我来说 你去跟她说 那结果后来有给她吗 那笔钱 她就打了一个折 她真的把这笔钱给了这个女的 对 然后这个女的也很帅 这个女的拿到这笔钱之后 她就把这笔钱拿去捐掉 而且捐给小吃店 对 这个招牌正经的店 翻修一下 不是 她就捐给人家 她就拿这笔钱 拿到去小吃店入股 对 以后还可以拿回购 所以后来就把这个钱捐掉 刘璇就是那种 遇到了分手之后 比苍蝇还黏人的 很可怕 我觉得就是 让我的那个精神上面 有一点压力 因为我有一个遇到的事 她就是会打悲情牌 有一任男朋友 她们那时候分手说 她就是 会把自己讲得很可怜 然后还博取我的同情 像她有一次 她又打电话来跟我说 她想要找我聊聊 她在我家楼下了 然后我就开了门 我就只开了那个 里面的木门 铁门我不敢开 因为我怕她精神状况不是那么好 我会跟她说 你回家 你自己回家想清楚 我们应该讲都讲好了 就你知道她后来被我赶走了以后 她到家 她就传了一张照片给我 她那时候骑摩车 她就说 你看我为了去找你 骑车的时候心不在焉 我摔车了 她就拍了她的那个小小的伤口 跟我说你看 我都是为了你而受伤的 她我心里都想说 就是男生这样的行为真的很母汤 因为一开始你可能会同情她 可是久了其实你会觉得说 这个男生好没有用 所以你可不可以没一点 对 反而你会更确认说 我要跟这个男生分手 然后我还有遇到一个 就是真的是让我觉得 有点小小的恐怖情人 因为她是分手 或她会常常在我家楼下站岗 有一次我确认她都会在我家 楼下站岗的时候 是因为她又传讯息 也是跟我说 我想要再跟你聊一聊 所以我就觉得说 有什么好聊 那我也不想去应付就是她这样子的情绪 我就跟她说我要睡了 然后反正就是尽量据点她 不想跟她聊了 当时候 其实大概晚上十点多吧 我其实还没有要睡 因为我那时候住的那个地方 附近有一个朋友 他刚生小孩 他在月子中心 然后他打电话跟我说 他们生小孩 这个东西我不太清楚 可是他跟我说 他生完小孩 就是他们有一个传统 要一个回征还是别征什么之类的 可是他们没有买到 他真的很需要 他明天一早就需要 我就说 那不然我就是去帮你买 然后送到你的月子中心去 因为静静的 然后结果我不是跟另外一头说 我要睡了吗 然后我就换了衣服 穿了帽T很绵酷 然后我就要出门 一打开家门 他冲过来 你不是说你要睡了吗 然后我就有一种 我是不是要做错 因为我会觉得说 我当下好像做错什么事情 好像被抓包 可是我也没做错什么事 他真的很注重你的睡眠品 对 后来我就因为那件事以后 我就发现说 他很常在我家楼下站岗 就是让我有点害怕的是 我出门会 有的时候他会冲过来 要跟我讲话 或是我要回到家 可能会卡住门 说还要再跟我聊一聊 可是你知道就是 就是你会有点害怕 因为我那时候租的房子 窗户是没有窗帘的 然后又是面对大马路 所以我回到家以后 我就躲在那个柱子啊 墙和窗户中间 然后我不敢开灯 我都要这样子远远的 然后把手机拿出来放大 放大看一下 那边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 我确认这样 变成一种恐惧 我差一点要去买望远镜的 你知道吗 就是你要确定 附近好像真的都没看到他的车 没看到他的人 我才敢开灯 你后来有报警吗 我后来没有 后来打电话给他 就是有点像是他人生中的一个老师 然后我想说用这个老师的身份 去劝戒他这样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他 我也是很不好意思跟他说 我真的很不想要打扰你 我说可是因为我碰到这个状况 已经有一阵子了 我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劝劝他 他的这个生命中的老师 跟他聊完以后 他就真的就没有再来我家楼下站岗了 不然那一阵子我真的是精神上 我觉得有一点出门也不是回家 我也会害怕的那种状态 还好他没有随身带个凶器或是什么 对 真的很危险 真的很危险的 希望大家分手真的好聚好散好不好 还有网友对哪一些分手后的星际效应 首先就看到第四名 才刚分手 对方立刻跟你炫耀有新对象 这网络声量有两万六千七百二十一 有网友就说之前跟男朋友分手 而且分手没有多久 这个前男友莫名其妙你知道吗 他带着新女友跑到他们朋友之间的聚会 然后还大张旗鼓地告诉他 在他面前跟人家讲说 这是我们的新女友 好 接下来第一名是什么呢 就是分手之后跟你要回交往的礼物 好 就有高达四万四千六百一十一的 网络声量 有网友就说之前一分手 男友居然就把交往过程中的 所有包包 礼物 就连小东西的东西 那种可能小巧克力什么 小东西 金额都要跟他计较 那他这个当场傻眼 也不知道他这个素质到底底达的 好啦 怎么回事 这巧克力到底要怎么算 那第二名就是 一时的失心疯 会做出让你后悔莫及的事啦 好 像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痛哭流涕 或是找朋友喝到烂醉等等都算了 这个网络声量有四万一千七百三十 那有网友就回应就是说 之前分手每天都跑去泡在酒吧 然后喝得乱七八糟 结果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呢 就是在陌生人的身上大哭 还有就是自己回到家 开始写那种长篇大论的讨拍文 结果呢 大家朋友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觉得太害怕 也没有什么人敢回应 就自己又更受伤了 好啦 失恋之后 因为发泄情绪 做出一些丢脸的事情 是不是会让自己后悔莫及 失恋哭到烂醉 喝到烂醉 很正常啊 你看 不正常吗 你没有过吗 但现场只有你发生 因为我还蛮常常 不是 因为 我记得我第一次失恋的时候 就是你会觉得 因为你从来没有过那样的经验 你就会觉得说 怎么可能这种事情 会发生在我身上 然后那时候也是觉得很奇怪 就是自己在百思不解的时候 你就突然走进便利商店 然后很莫名其妙 就是你站的地方 你像台头一看 奇怪 怎么就会站在那个酒柜前面 其他位置你都不会站 就刚刚站在那个酒柜前面 就目前啦 目前你一部听起来比较像重鞋 对 真的 这次很莫名 然后你就不知道为什么 手就会莫名其妙去 好像有人扶着你一样 就把那冰箱这样 就打开了 然后双手就起来 很莫名其妙 就去拿那个啤酒 你好可怕 那因为那时候比较没有钱 所以也只能买了啤酒 那因为那时候我记得 好像买三罐 有打折打酒之类 于是我那时候就买了三罐 然后那时候其实就是一个人 然后也不知道去哪里 所以后来看到门口 角落旁边 有一个位置感觉还不错 因为之前有看过有一个 时光老人曾经坐过在那边 我觉得那位置也还蛮适合我的 很有Q 对 我就慢慢的 又有个力量 驱使了我 我就走到那边之后 我就默默地坐下来 然后我就看着这马路 车来人 然后走来走去 MV开始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自己默默地拿一罐 然后因为那时候 其实我不太会喝酒 所以我就开了一罐 还很年轻的时候 还很年轻的时候 大学的时候 然后喝到三分之一的时候 其实我就已经开始觉得 有点感觉就来了 认真 真的真的 因为以前酒量很差 喝到三分之二的时候 我开始有点后悔 因为我开始的时候 都会有点晕了 可是后来我想说不行 因为那个酒很贵 然后要把它喝完 所以我就把那瓶 就把怎么样 我就把它撑着 我就把它喝完之后 我就把酒瓶碗什麽都丢 因为我想说 等一下可以给食荒老人 让他们去卖钱 又把它放回鱼默 然后开始那时候 我就开始 莫名其妙 你就觉得眼睛开始 有东西在里面转了 然后就莫名其妙 开始掉眼泪 眼泪一掉出来之后 我就开始 怎么会 细菌 细菌 怎么会在我身上 发生这种事情 我哪里不好吗 细菌 我有亏待你吗 每天你下课 我去接你 你还要跟我分手 怎么可能 就是你开始自己面 对 因为女生看中 就是下课有没有人追 有没有人接 好歹我们也是个工具人 也做了这么久 也没有可能是不好用这样的工具 那时候女生怎么很不好用 不是 你没有用 你没有用 这种事情 你不要随便乱讲 他是不是也是有记录 他每一个跟你发生关系 没有 然后他每一个旁边都这样 不是 不是 那个时候只有BB扣 那个时候都是要用手画 用手写 那时候我们就是觉得说 怎么可能这种事情 你会翻到自己身上 然后开始就 出外面开始狂哭 你知道吗 然后哭到就是你 哭到不能自我 停不下来 停不下来 哭到是我在那边 哭到累了 睡着 睡着 我睡在那个地方 然后一直到半夜 差不多一两点 我是被冷醒 起来之后 我就会 我怎么在这边 我怎么会翻 做这种事情 我就觉得有点丢脸 所以那时候我赶快就把酒 拿起来抱着 然后那时候就赶快回家 还记得把酒带回去 把酒带走 因为很贵 酒很贵 对 不要浪费 因为我们反正就很解决 那时候才大学生被撕裂 第一次 难免都会比较 对 痛 心痛吗 一定会心痛 之后就习惯了 真的 我觉得我跟国贤哥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我是蛮理智的 就是很冲动 我的冲动是对我自己 因为我每次只要一单身 就不管是被甩 或者是我决定要分手也好 我只要一回到单身的时候 我就告诉自己说 我要举办一个yes man的活动 你们有看过yes man吗 就是没问题先生 对 讲什么他都要出验 什么都不好 对 但是我不是说 人家请我帮忙 我一定要说好 我是只要有人揪我出去玩 我一定要说好 因为我就是一个 就是平时可能待在家很懒 很常会放人家鸟的人 所以常常就是 常常会因为这样子 没有办法认识新的朋友 那我就告诉自己说 失恋嘛 最怕的就是闲下来啊 所以我就告诉自己说 我要yes man 那我当时像我有一群朋友 他就是会在中立打篮球打麻将 我有一天呢 大概晚上的时候就接到一通电话 他就跟我说 我朋友就跟我说 劉璇你要不要来中立打麻将 我说中立打麻将 我们要先开一个小时耶 他说对 可是我们只打两将喔 哇 我在那边打两将 开一车一个小时 他说好 yes man 我去 我又开车开开开 开到中立了 然后打两将 还真的只打两将 他们就要结束了 然后我又开开开开 开一个小时回到家 再回到家 快到家的时候 我又接到一通电话 劉璇 那个我们大家谁谁谁 在信义区啊 我们在喝酒 你要不要过来 好 我去 然后我就说 我就回到家赶紧 换个衣服啊 简单的化个妆 然后我又再去喝酒 隔天早上一早外景 早上7点台北车站集合 你知道那阵子 我的生活大概就是 要嘛早上陪我同学去 去乘操篮球啊 要不然就是晚上半夜 去打三对三桥下 反正就是一大堆的体力输出 然后每次去工作的时候 你知道我那时候 真的是觉得我的眼袋啊 黑眼圈整个掉到 掉到下巴 难怪我每次看到你都脸超臭 然后像个鬼一样 大家都说我好像女鬼 你知道吗 真的像鬼 就是这样子飘来飘去的 然后那时候还想说 是不是我们大家谁得罪她 是我得罪她 然后我刚去主持嘛 我讲说嗨 刘晋 我就完全没有精神 所以那时候我经纪人 就真的看不下去 他就送了我这一罐 胶原快充订 然后其实他这个呢 是韩国女神孙逸臣 他也是忠实爱用剂 那我那时候拿到的时候 我本来也是想说 胶原快充定的里面有个B群 就这样有什么特别的 但我想说就是他的心意嘛 我也是说每天吃了两颗 就我吃了一阵子以后 我觉得我自己变漂亮 但是不是只有我自己觉得 我去工作的时候 对 大家都说 你整个人啊 气色都变好 你最近好像有点 容光焕发的感觉 以为我又新交男朋友 但其实没有 我就觉得就是吃了以后 我真的很有改善 那他为什么就是吃了这个 会变漂亮 其实他就是跟韩国人 韩国的皮肤科学研究院有合作 他里面是有 韩国专利的双生胶原 还有美型B群配方 这个双生胶原的意思呢 就是有两种胶原蛋白生态 有二生态跟三生态 他就是吃完了以后 会让我们就是 除了看起来人比较膨润 还有就是摸起来 也会非常的有弹性 有初恋的感觉 对 然后他这个美型B群配方呢 其实他就是把他的这个 就是可以变漂亮 加强美丽的B群 剂量调到最高 大家应该都有过 就是在很劳累的状况下 或者是压力很大的状况下 有时候会长些有的没的的 那他这个 他把美丽的剂量调到最高 就是要让我们避免这种状况发生 然后另外我还要再跟大家讨论一下 你们吃B群 你们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有一个怪怪的味道 对 臭臭的 你们有没有吃过B群 然后很不敢开口讲话的 对 因为我自己吃完 就是吃B群当下觉得有怪味 然后我吃完有时候一打嗝 天啊 那个味道真的是很怪 然后我都很害怕 人家跟我靠太近 对 对 可是因为他们家呢 这个B群是有加了糖衣定 所以它不会有怪味 你们可以看一下 而且它的这个颜色啊 是非常可爱的喔 好色喔 好明亮的 对 那一阵子就是吃了一阵子以后 所有的朋友都跟我说 我真的人有变漂亮耶 然后整个就是像回春一样 然后后来我就是每一次 只要就是半夜打篮球 因为我很常半夜去跟人家 瞧下三对三 你先看最东西 不像女明星会做的事情 我要把一个马尾 然后就直接就去 开车去桥下 跟人家就是打篮球 而且我跟你讲 连羽球都可以打桥下的 他以前是球员 他以前是球员 但是就是好玩 就是朋友揪一下 熬夜又运动更上升 对 但是你知道我每次运动完 大量运动完 我的整个人是很红润 就是我不是那种就是 像之前一样那种没精神 眼睛那种眼袋掉下来那种 都不是 我就是整个人状态非常好 而且精神状态很好 所以我就是想在这边 介绍给大家这个东西 而且我要呼吁一下 我觉得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就是在失恋过后呢 他其实应该要把自己的状态 调整到最好 除了要让那些 不珍惜你的前任后悔 你也可以比较好的 迎接下一段的心感 真的 那你不要这样子有快充定 你就会在那边熬夜 真的 真的不行 还是要睡眠要充足 真的 谢谢推荐 来看一下还有哪一些 冲动的那种行为 会让人要崩溃的 又云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排行榜上的第三名 就是马上要来下载交友APP 然后呢 结果 不小心又遇到了一个更渣的对象 这有高达33099的网络声量 对 这是一个难过的故事 有话就表示说他之前呢 因为想要赶快摆脱失恋痛苦 但人家也推荐说 你有一个新对象 就是忘掉你上一段恋情的最好的良药 所以他就不宜有他 就立刻下载了一个交友软件 那当然就也很快的就认识了一些 可以一起出去约会的 没有想到在一起之后呢 发现这个男生居然已婚 而且呢 他手机还同时跟好几个女生在那边聊天 真的是扎中还有扎中男 好 第五名呢 是失恋的时候呢 就大爆食 胖到连妈妈都认不出来 这个有19230的网络声量 那他有网友就分享说 之前失恋的时候呢 真的是完全靠吃东西 因为吃东西可以疗愈自己 就疯狂地吃 结果呢 一不小心呢 就胖了23公斤 太多了吧 23 对 而且中间还有遇到 那个欣怡的对象 那当时为了欣怡的对象瘦一点 结果对方呢还被另外一个比较瘦 比较漂亮的女生给追走 然后让他心碎第二次 然后又再吃回去 这个市场太残忍了 榜上是说赔上感情 赔上身材 家伟你怎么会这样子称动 又赔钱了 又赔钱了 失身又失财 你怎么回事 就是在赔钱 就是这个赔钱货 怎么了 当时我的那个男朋友 他就是因为家里的车 是妈妈要开的 他是很小台的 然后他常常上高速公路不安全 他就想说他自己要买一台 自己的房车比较安全 然后我的车子也刚好就是 因为新手上路的车子是 就是那种Vios那种简单的 我觉得上高速公路也不安全 所以我等到开到很熟练之后 我想要换新车 想说那刚好 我换就好了 我们两个就可以 共同用一台车省钱 我们要买什么车呢 然后我就想说 我对车子也没有什么 特别的喜好 就全部都依着他 就是所有的喜好 品牌啊 配备啊 什么都依着他 全部办到好 大概93万吧 然后结果 过了三个月 我们就分手了 结果分手之后 我就觉得说 天哪 这台车 我坐上去我就很多回忆 我就真的是很生气 然后我就一气之下 我就直接打张给我朋友说 你快点帮我找销售 帮我把它卖掉 结果才三天就卖掉了 三天 我说 怎么这么快 他说 那个 我们卖出去大概58万这样子 见价卖掉 见价卖掉 就开了三个月 然后才卖58万 对啊 你那个朋友应该赚你大概十几万 赚满多少 有十万 我就是不想过问 我想说在这个时候 伤心都来不及了 我要管这几万块 你这样讲我 好想跟你当朋友 真的 可是我后来更伤心了 因为我只要想到 我每次拍戏的时候 这边风吹雨淋 我想说 我这一场也掙不了多少钱 我拿三几万就补卷了 真的 算了 你旁边做了一个更大的赔钱货 对啊 对 他也是个赔钱货 你怎么样谈恋爱 可以输掉一栋房子 你怎么回事啊 这就是缘分 我跟钱没有缘分 所以是纸扎了是不是 纸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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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因为那个时候 刚好就是分手嘛 因为是在很突然的一个情况下 他突然跟我说分手 所以那时候其实就是心情很差 然后也不太想出门 可是那时候就是有一个老板 他就打给我 他说过两天 我们去澳门玩一下好了 那你要不要一起去 那想说你 因为他知道我分手 他说不然就跟我们一起去三星好了 那我说好吧 那就跟他们一起去 搞不好不止两个 有四个 有八个 你玩的 英国玩的不一样 很多越南盒粉店 没有 这边有盒粉店 那边有茶餐厅 那边有监国的盒粉店 那边还有法式面包 还有蛋白 超多 但是我们去那边 因为他们都有 他们常去 所以他们在那边其实都有会员 所以他们住饭店 吃什么 都不用钱 但是就是唯一的一个要求 可能就是你要进他们的 VIP包厢里面去读一下 去读一下 那时候去的时候 我就在旁边看他们这边玩 我在旁边我可以喝免费的红酒 然后可以有免费的雪茄都可以抽 而且都是高档的红酒跟雪茄 我就在旁边再看看 可是因为你知道失恋性就不好 红酒在那边拿 一直喝 我大概一个人就可以喝掉两支 你看酒量 三杯一瓶啤酒 一瓶一瓶 紅酒两支 因为这个时候我已经成人了 喝着你知道 就看他们在玩想说 他们这样玩好像很好玩 因为就是我看他们一直在赢 然后赢很多 然后就前面 赌上面都是筹码 我想说原来钱这么好赢 那我也下来玩好了 所以我跟他们说 不然这样子 你先借我十万 然后我下来玩一下 十万港币 因为他们有时候一株就下一两万 然后后来就是跟他们下嘛 就孰不知 奇怪喔 他们几个在 比如说他们两个在玩的时候 他们就一直赢 然后我就看了他们赢钱 我就跟他们一起玩 结果他们两个就被我带下来 奇怪 被你带上 就是那 我说你要下去 我跟你一起下 就奇怪 我一开始玩之后 他们就那个筹码就 越来越少 他就开始这样 他说怎么会这样 你这个赔钱货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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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后来他们气到 他们就不想玩 他们就全部上去去房间睡觉 这么一个人 我怎么可能 我怎么可能会睡 我说再开一瓶酒 我在跟你拼 跟庄家对赌 对 我去跟他对赌 跟他对赌最惨 对 真的 最终缺了 不用多久 不用一个小时 我跟你讲 那十万块一下就全部都输完 那一年 因为我大概聊商聊了一年 那一年我只要逢假日 因为逢假日他们都会去 都去澳门 然后我去跟他们一起去 所以那一段 就是我们都知道的那一段吗 对 我就这样来来回回 我觉得后来我自己也晋升为会员 不要跟钱过不去 真的 好 来来回回 好像去高雄一样很近 对 客家人的好处就是 再怎么伤心怎么醉 钱都看得很重要 对 你看 你看 你这样子花了那么多钱 你都没有钱去揽头发 对 跟那个人关 看起来越来越老 你要怎么有好桃花 结果是有一次 我是又是喝醉的情况下 然后也是把筹码全部输完 后来我到房间之后 我想说因为有点累了 然后又有点醉 我想说先让自己清醒一下 然后我就 因为那个 那个什么浴缸 浴缸非常大 所以我就把浴缸整个水放满 放满我想说进去泡一下 让自己冷静一下 你本来想让自己淹死 他只是想清醒 大人哥讲真的没错 因为那时候其实真的输到 就是真的想把自己淹死 可是那时候就没有勇气 所以就是让自己的脸 再浮在那个水面上 就在那边想 这一年来我为什么每个礼拜 都要来这个地方 我到底在做什么 资烈又少 又没钱 所以我就想想说 我自己为什么要把自己搞这样 好困难 就在泡完那一次的热水澡之后 我突然一下惊醒了 然后就想说 因为水太烫 我爱丽丝 你最近有变比较好笑 总是要有一刻让自己清醒 真的 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水池里面 我告诉我自己 我说好 机票是今天下午的飞机 但是我提前 我中午就回去 然后以后我再也不要来这个地方 我就这样告诉我自己 所以后来我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去 就告诉我自己 所以一直到那个时候 我才把这个全部截掉 但是因为那时候 我后来回来台湾之后 我看一下纯哲 我真的输为这种房子 天哪 我大概输为在台北市的 一种小豪宅 好浪费 真的 所以就不要 人真的不要冲动 冲动真的会让自己造成很多 一辈子会遗憾的事情 George哥难道你分手都没有伤痛期吗 结束一段感情还是会难过 可是我有一次是 那一段是很莫名其妙 我跟年纪差蛮多的女生分手 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特别想不开 然后就像你们讲的一些 犯了一些所有的错 我也都犯了 就一直传简讯 疯狂的盯照人家 说拜托见个面 打给人家骂骂说 伯母啊 对啊 这时候才比较像母样做 伯母啊 我真的是怎样 对你女儿怎样 跟她讲这一种 到后来我已经是 整个人就是摊在床上 我也不起床 也不刷牙 整个人就很像那个 废掉 坏掉的盆栽 没有修剪过的盆栽 这样自然发展 整个人这样 就苍蝇这样 苍蝇 然后我是真的恶到 恶到受不了 然后我才去爬去冰箱旁边 我说随便吃什么都好 我想说 平方家里面都只有什么手冲咖啡包 我总不能把咖啡粉拔开来这样 对不对 就打开 真的 就看到很久很久以前朋友有送我 鱼鱼罐头 因为他们家有在做这个 他说这是我们第一批最好的鱼鱼罐头 你拿去吃这样 那我根本 我连把它打开 然后拿出来抹在面包上面 我都懒得那一种人 我又看到有蒜头跟那个 可是我又想吃热的东西 然后我就问我朋友 我就当初送我罐头那个朋友 我说你怎么做 他说很简单 我来 我告诉你 平底锅 然后你先把那个鱼鱼罐头拉开 那个油要先滴在锅子里 连油跟水都滴在锅子里 没关系 我说好 滴下去 然后蒜头呢 蒜头你只要用刀把它压扁 丢进去 好 丢进去 然后整罐鱼再倒进去 我跟你讲 那一锅看起来有够饿 但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东西 我才知道说 原来我自己这样动动手 我可以有一餐温饱 这样就很好吃 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没那么惨了 然后我就开始 从那个时候才开始学习 什么做菜啊 然后家里面 善用家里的冰箱里的东西 挖一挖 让自己可以求得一餐温饱 后来才变成 像譬如说现在在家里面 其实我是不让我太太做菜 厨房有我的隐形护照 就是我自己 都是我做菜 我问我老婆要吃什么 好厉害 憋心 不过大家都说 时间可以治疗一切 所以要走出失恋的痛苦 我觉得重点要放得下 如果真的要放得开 不要那种 为了这种失恋 然后赔掉一栋房子 没必要 真的 所以就是好去好散 要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 祝福大家都能幸福快乐了 今天谢谢大家的分享 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上我们的粉丝团的按赞 留言跟投票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